大家午安 我是王主席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陈世忠和黄珊珊 今天上午两个人同台了 出席亚太青年协会活动 和年前交锋 但是大家说 奇怪这个场合 怎么没有看到蒋万安呢 协会理事长何志伟就说 我有邀蒋万安 但是他不来 你不来 难道是蒋万安 现在是要放弃年轻选票了吗 这一回你看到 陈世忠跟黄珊珊两个人同台 那么蒋万安 是不是又再度被边缘化呢 好那大家说 反正你不来我就去嘛 陈世忠昨天晚上 展开了第一场的见面会 直接前进了台北 大安文山的深蓝选区 而且第一场见面会 就人潮大爆满 尤其是大安区的 蓝绿里长全部都到齐了 陆站挖装脚踩点 那么在空站的部分 陈世忠的赖好友 也暴增了两万多人 好可以看到这个台北队长 现在真的是火力全开 所以大家说呢 这个蒋万安也真的该着急了吧 朱一轮都帮你着急了 操刀蒋万安的竞选团队 总算出炉了 但是你看看名单 9个人超过65岁 多半都是卸任的老立委 就有网友说 国民党怎么帮万安店 请出了13太岁吗 还是要上演古墓奇兵呢 到底是挂名的 还是真的支持蒋万安呢 这有办法敲开万安母解会 小圈圈的窄门吗 那万安警报 现在不只是被黄珊珊挖装脚 来离长呢 现在出来力挺陈时中了 所以蒋万安的古墓 真的有办法出骑兵吗 那陈时中现在呢 也打科智皇来奏效了 所以现在是必黄珊珊 也开始说出了反科的真心话吗 好这黄珊珊上节目说 台北市啊老了丑了 20年累都市更新要赶快完成 大家很纳闷说 黄珊珊你要不要问问柯文哲啊 不是他在慢慢拖吗 万安演习呢 所以柯文哲又在那边喊说 抗中保台就要装上一点 难道真的要像柯文哲一样 说要把共鸡打下来吗 那么看着陈时中 黄珊珊出书 蒋万安也说要出书之后呢 现在柯文哲也要出书了 柯文哲上节目呢 批台湾选总统 搞得像选美国州长一样 那现在要出书哦 曾经的副市长沈荣青 还直接批评说 真的哦 柯文哲就是满口谎言啦 浪费数目 那现在柯文哲他又认了哦 砍禁老金呢 是错误的决策 但居然点名是许立民提议的 还说许立民呢 这个提了就落跑 让他非常生气 柯文哲的乌贼战 现在看起来技术又更加高超了 就像是呢 有特定媒体在说 郑文餐到庙里面参拜 甘州女性徒 但是画面完整曝光了 终究十月环郑文餐一个清白的 今天节目上面 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欢迎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祝年煌煌哥 主亲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蒋万安现在宣布 扩大了藩人团队 但这个团队 年纪加总起来 多少岁呢 六百 七十五岁耶 好 蒋万安现在说是世代共融 但是大家还画一个问号说 这个真的是千岁太岁团 有办法来帮助蒋万安吗 带你快来看 我们的团队 我们发言人群 大家就是一个世代共融的精神 蒋万安宣布扩大发言人团队 强调世代共融 除了立委李贵敏 李德伟 洪孟凯 再纳入文传会副主委 正式为黄子哲 跟四位新生代父发言人 总共九个人 不过前一天 蒋万安曝光的团队人士 才爆出争议 蒋万安十二行政区后援会 荣誉总会长名单 包括前立委蔡正元 去年才因为三中案 遭判刑三年半个六个月 罗鼠磊卷入已故议员李星案 至于李沁安 更曾涉及双重国籍案 网络上涌入负面声浪 有网友说这阵容 蒋万安没救了 更有人嘲讽蒋万安团队岁数 加起来675岁 这个竞选团队的组成 就代表了候选人的意志 那我们的相关的人物 相关的协助我们在进种的人物 我们相对的是 社会认同比较高 陈时中在团队组成 开闭战场 对自己的成员更有信心 不过蒋万安正面回击 他说的是焦糖范云林昌佐吗 如果陈时中不尴尬 尴尬就会是别人 我们强调的就是世代共荣 任何刻意要制造年龄歧视 或者世代对立 才是人民的功底 蒋万安人设不止转手为攻 新人士记者会更拉到 国民党中央举办 显见党中央介入 蒋万安选战布局因为浓厚 蒋万团队名单浓浓深蓝位 看得出雇守正蓝军为主 但人选争议不小 雇得了深蓝系统 雇不了中间选票 好但到底是谁比较尴尬呢 可以看到台北队长呢 这个陈时中现在气势如虹 但是呢蒋万的竞选团队好不容易呢 朱一伦帮他推出来了 但是呢却被酸说 真的是古木奇兵 怎么感觉起来呢 里面每一个都是有点点资历的LKK呢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到底现在选战会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先来关心目前指挥中心的记者会现场 那今天的COVID-19的确定比例 本土有24,790例 那今天又是281例 死亡个案是37例 那今天的确定比例 有较上周同一时间的 26,779就 减少大概是2000例 那比例大概下降了11.8% 那目前还是有下降的趋势 只有比较缓一点 那我们再请罗布再报告相关的一些事项 大家好 今天新增68例的中重症的个案 那中症占32例 中症36例 死亡的37例当中 年纪比较轻的有两位40多岁的男性 病都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 本身都有中风糖尿病或者是癌症这方面的慢性病史 那在发病后大概两天或三天的时候因为 肺炎的一些相关的病发症以及本身共病的关系不幸过世 那这是奖卫今天比较年轻的个案 另外有两位儿童的重症个案在这边跟大家做口头的说明 第一位是两岁的男童 没有接种疫苗也没有慢性病史 6月8号曾经确诊过新冠感染 7月17号开始有发烧咳嗽 流鼻水呕吐腹泻以及红炎等等这些症状 在7月21号的时候 是来到24790人 然后那比例下降11.8% 那么死亡人数是增加了37个月 好现在台北队长陈时中要打选战 是不是直接来海放蒋万安跟黄珊珊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第一场见面会来登场了 而且指导了很蓝的选区大安的这个区域呢 大安文山区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昨天晚上傍晚呢 是陈时中来到了大安文山区 那陪议员参选陈盛文呢 举办第一场的阿中与你的相见欢 那大家说呢 陈时中不仅是踏进了北市的深蓝区 而且现场哦 还有很多大安文山区等等 50多位分属蓝绿 无党籍的里长都到场来与会 那陈时中也强调呢 市民没有蓝绿哦 市政也没有蓝绿 防疫更是人跟病毒的战争 不要搞成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好我们要请教正好 因为昨天呢 第一站就直接来到这个蓝大于绿的选区嘛 包括了来到这个公庙里面呢 支持民众爆满 一路排到公庙之外 而且呢还热情的喊口号 那看起来呢 这个陈时中在蓝这个选区呢 也得到非常多的欢迎 对我觉得陈时中有趣的地方 是我一直在观察他 就是说他投入参选之后 到底可以带起多少的选丰 因为我一直觉得 2022是个很无聊的选举 那如果选举很无聊的话 那我们做节目就更无聊 所以说我很希望2022年 可以有2018的韩国瑜 或2010年的柯文哲 可是看起来陈时中慢慢有这个味道出现了 我昨天跟晃哥讨论 就说陈时中出来之后 你看他的声量是上升的 他声量除了上升之外 他负面声量是下降 所以他是直跟量都不错 直跟量都不错 那这一次呢 前进大安文山去办这个所谓见面会嘛 对不对 那大家绿营的朋友还说 为什么是大安文山 为什么不先港湖去李建昌议员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是 其实对于民进党的基层 我现在不管中间选民或前蓝 至少对于民进党或绿营的基层 是很期待有一个母级过来 然后可以看看陈时中 或感受那种热情对于选举的交召 可以消除掉 所以坦白讲 整个陈时中目前看起来 我认为是OK的 坦白讲我觉得蛮好 我觉得蛮好 那未来呢 应该会 我预估常常会报 而且常常会报完之后 会有什么安口厂 对不对 你26厂不够 大家就在42厂 42厂不够 84厂 类似陈时中 好 这是陈时中部分 另外一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 蒋娃安有在看我们节目 因为我跟华哥同来好几次 我是不是建议 废宏泰当北区督导 赖世宝当南区督导 他立刻听到你的声音 对 我公开建议好几次 对不对 所以其实当然很多人会说 这是签 他漏掉吴思淮跟叶玉兰 对 美中部主是发言人 少了吴思淮跟叶玉兰 这样的话你会更懒一点 但是我觉得OK 因为整个坦白讲 有人说签税谈或什么 我平心而论 如果今天在萨卡多的前提 这样讲完只是想要拿 这个基本盘的票 把35%兜齐 这些人当然很多都是一时直选 但是有一些名单我也觉得怪 比如说第一件事情 大同后援区的这个总督导 叫周首逊 首逊大哥我刚才首 可是坦白讲 他没有离开选局 真的太久 太久 太久 我讲三个太久 真的是太久 太久 太久 所以说其实坦白讲 你如果有王浩 这位议员来当你的 这个所谓执行总干事 还总干事的话 那你其实不太需要 硬是为了一个名单而名单 我讲去南天的 今天到周三大同去办 作展会 是周首逊动员还是王浩动员 当然还是王浩来动员 另外一件事情 内湖南港地区 怎么会是蔡震源 也怪吧 这两位港湖都比我熟 明贤哥就坐在你旁边 明贤哥 画掉 换成明贤哥 比较OK 不是李艳秀 艳秀姐我觉得坦白讲 也比较合理 那蔡震源我不太清楚 他背后的盘算 是不是地方的平衡 怕用了李艳秀 有人会生气 国民党其他朋友会生气 我不知道 反正等一下让国民党朋友来解释 所以其实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在各区的督导 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他不会考量那么多 他只问一件事 这个人在这边 能不能把基本盘动出来 就那么简单 可是国民党其实坦白讲 像赖斯堡跟费红泰 我真的没有意见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他们很懒 他们选拘捕懒 他不懒怎么懒 所以他们是可以动出 这两个选拘捕的 可是林玉芳坦白讲 我觉得也勉勉强强 可是周首逊 潘维刚 罗书磊 还有这个 李静安 蒋乃馨跟蔡泰 这些人都离开选区太久太久 那当然蒋乃馨跟李静安 没有问题 因为这边 林玉华也在他选区里面 在当他的执行总干事 所以没毛病 可是最后一件事情 我要谈的事情是 发言人 我看到他列的洋洋洒洒洒一大堆 包含李贵民 李德威 洪梦海 这三位 那这三位 他今天又列一大堆副发言人出来 然后把伪子也拉过来 那我跟明贤哥都当过发言人 发言人的功用是发言 我觉得状况事情是 从李德威跟李贵民 洪梦海 他比较晚加入 可是李德威跟李贵民 担任发言人之后 我真的没有印象 他们发了什么眼 你选举的这个所谓的 任何一个职位 我认为都有那种就是所谓的形象型 或是功能型 比如说主委啊 总干事啊 名誉主委 这些就挂名的 形象型挂我可以接受 不干活我都接受 可是发言人就是要干活的事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讲话来说 你如果为了要对应到民进党 有楚音啊 庄瑞雄啊 等等的人 我就弄一个立委来对应到李贵民 李德威等等 洪梦海 我都尊重 可是问题状况事情是 我没有看到你们在议题上 有主导的能力 那这件事情会是大问题 因为陈时中现在是议题跟 陆军跟空军两边必行嘛 对不对 陆军一场场办 空军就很清楚 找柯文德作队尸杀 那蒋万安在这个时候 角色跟定位可以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发言人要帮他考虑清楚 好那要请教17节 大家说这个签税团签税团啊 那签税团 有没有办法能发挥他的作用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李清安 蔡震源 林玉芳 周首逊 潘维刚 蒋乃星 罗书磊这些都是前立委们了 好这么多的前立委们 很多人说 那你颜色又这么样的深蓝 那蒋万安这样的布局一出来 大家是说 他要放弃中间选民了吗 有很多人批评说 怎么年纪都比较偏长 然后这个费鸿泰 还有这个赖斯堡太过蓝啊 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凸显了说 国民党里面的确是 有辈分这件事情的存在 这两位据说是林毅华自己主动打 因为他认为说 有这两尊 这两位前辈在 必须要在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那他林毅华自己 恐怕也很难去压得了所有的政 那另外就是说 找李清安 李清安也脱离政坛一段时间了 而且他最为人知的 就是他的这个绿卡事件 那所以他究竟能够帮蒋万安加分多少 而且因为离开的时间久 是不是能够在选票上面有所依住 我觉得打个问号 罗书类就更不用讲了 会他被他是不是自己 不知情的状况底下 头被key上去 他不是跟讲 他不是跟讲 应该有不共戴天之仇吗 2016年初选 因为在初选的时候 哇这个这个 梁子结得很深嘛 所以你说把这些人 通通都列上去 能不能够那么实心实意的 去把所有的组织票给洞出来 我觉得可能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来观察 那师姐姐你看现在毕竟 蒋万安拿出了千岁团 那陈时中在昨天第一站就直接指导了大安文山区 指导深蓝选区 那这一点你怎么看 其实陈时中节奏感很好 就是他每天都有新的进度和动作 然后呢 指导这个蓝的这个选区 我觉得第一场放在这个深蓝 创造出哇万人空向的这种气势的话 对于选战来说 反而是double的加分 因为在一个不是那么的有利 绿营的环境当中 然后又是极度深蓝的这个选区当中 哇大家疯了这个这个 纷纷的抢跟陈时中见面 我觉得那个气势的营造 的确会有加成的效果啦 尽管国民党认为说 你这都恶军啦 不用怕不用怕 也就是说如果陈时中真的是恶军的话 那其实国民党就不用担心啦 就不用在旁边说 那个恶军啦没什么没什么 就有一点那种半夜吹口哨 必须要壮胆这样子的味道啦 那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陈时中的确有节奏感 然后领先的这个脚步是快的 使得他不管是在陆战的空战的 都明显的这个速度上面 领先其他两位对手 那其他两位对手就说 嗯我也有输 我还没出 我快要出了等等的 也就是说那人家的输都已经先出了啊 所以你就只能跟随别人的脚步 你跟着别人的议题节奏在走 这件事情我觉得对选战来说不是很有利 好那还有一个重点是说 陈时中在新书发表会当中特别提到了说 这个防疫是人跟病毒的战争啦 搞不清楚的人担不起大事 或者是有些人是怒而不威 有些人是不怒而威 然后这个时候王毕胜适时的加码 有些人很会震怒还会丢东西 也就是大家会觉得那是谁 其实政坛放眼望去 也不过就那一位而已 快要变前市长的那一位 对快变前市长的那一位 那所以你看陈时中 尽管他没有明说 但是你感受得出来 他的人格设定的特质 跟他口中的这一位 完全的180度不一样 一个是比较温暖的 口不太出恶言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时不时就在那边丢病例 时不时就在那边发脾气 震怒的 那所以那个形象上的对比 我觉得陈时中的目标 是抢年轻中间浅蓝浅绿 对于这种人格特质上面的 这些争取这些票源 所以我觉得陈时中 把自己的绿的盘 用组织路战的方式先稳固 然后透过人设的形象上面 去抢攻年轻和中间 再透过赖群组 去抢攻这个比较 可能靠赖接收讯息的 这些老年族群 所以我觉得他 每一个分层都有目标 然后都有人负责 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 的确是打选战打得有模有样 所以大家每天都要期待 这个陈时中的金句 包括昨天晚上见面会 陈时中讲了一句话 他强调防疫是人跟病毒的战争 搞不清楚的人 坦白讲做不了大事 我们要请教一下建昌议员 所以陈时中案子 做不了大事的人是指谁呢 包括台北队台北队 这个陈时中团队讲出来了 现在的蒋冠安就说 台北队是我们先喊的 蒋冠安表示说 自己早在5月25号 获得国民党中央提名的时候 他已经喊出了共主台北队 意思是好像已经有智慧财产权了 台北队好像是他们了 然后又说陈时中 是抄袭他的台北队 不是啊 大家有印象说 蒋冠安有喊出台北队这三个字吗 老实说我没有印象 但是台北队 三个阵营都会喊 因为每个人都要组长 未来这个台北市政 当然都会说 都是台北队 但是台北队的人选跟内容 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计较人选跟内容 你看昨天晚上 在大安的第一场这个见面会 我们的团队里面 你看旁边一定有发言人在现场 不管是林楚音也好 或者是庄瑞雄也好 我们就两大强棒的一个发言人 他已经跟随着陈时中的 整个一个形成脉络 而且能够掌握 他在台上讲什么话 记者要问了什么话 事后要怎么回应 我们去看蒋万安的行情就好了 请问那个李贵敏跟李德伟 李德伟他住在内府 本来要选嫌疑员 他爸爸是大法官 大法官李志鹏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他 在基层里面跟人家走动过 然后蒋万安的行程 有李贵敏跟李德伟在旁边吗 刚才那个 郑浩 郑浩说 老实说他们的整个人选 有没有跟着蒋万安的这个脉络 在做任何的发言 老实说我到现在真的印象中 李贵敏跟李德伟好像还没有发言过 但是你看昨天那个画面 我们庄瑞雄就站在陈思忠市长候选的旁边 因为他要掌握他发言的脉络 以及等一下新闻媒体各界 如果又要什么回应的话 他马上能够回应 所以这个台北队是讲究 是人选跟内容 你怎么样回应 所以这个台北队当吴思瑶总干事 叫出这个台北队出来之后 我认为蒋万安所谓的台北队 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有叫过台北队这个字眼 所以计较的是你这一场选战 你打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你排出来是什么人选 刚才那么多的这个前立委 在那里当各级的 不管是荣誉会长也好 老实说在台北市里面 他们能够排出来也就是这些人 我昨天在某一个节目上 我说其实他们应该 要叫赵少康跟黄大洲要和解 1994年就是赵少康干掉了黄大洲 但是真正在市政上历届的市长里面 比让人家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都是李登位那时候的官派市长 因为他不用民选 还是把他们一起拉进来团队 都可以和解了 像是这个若收莱维 到时候黄大洲真正能够做 做台北市政未来前瞻性的破坏 我认为黄大洲前市长是一个关键人物 但是这一次好像他们没有想到他 蒋万安有去拜访他 但是可能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了事了 但是真正对台北市 有一个基础建设的贡献 第一个人选应该是黄大洲 但是蒋万安的阵营里面 好像没有把他纳入到 比如说荣誉的总会长也好 赵少康我认为他是蒋万安这一次的背后领 背后领 战斗兰一直是蒋万安的竞选团队 一直要影响 我老实说我昨天在思考做梦 有时候想到说如果蒋万安在 选上台北市长的话 有可能因为他四十几岁而已 如果真的有幸在干了八年的市长 要竞选台湾的总统 蒋总统 我们又蒋总统又来了 我那时候因为我是五年级生 那个蒋总统那个阴影 一直烙运在我的这个心坎里面 挥之不弃的独裁跟危险的阴影 那个蒋总统 我那时候在乡下 如果升旗典礼 我们在外面打扫的 如果升旗歌 降旗歌一奏出来的话 我们要理政 我们要理政 看到蒋总统我们要理政 那个蒋总统这三个字的阴影 我认为蒋家班的整个势力 背后代表着蒋家 国民党老官僚势力的复辟 而且这些官僚是跟中国大陆 有很密切的这个交往 在近十年里面 所以要注意 要注意很深层的台湾政治情势 未来的发展 好 但是现在国民党团这边说 未来的蒋万安徽 走怎么样的路线 是走蒋经国的清明路线 但大家现在看到的竞选团队说 比较像是蒋介石的路线吧 那这样子一来 国民党怎么还批陈时中官僚呢 这有道理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那要打选战呢 就要全方位嘛 那大家就说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呢 这个有资深的 也有年轻的选将 那当然呢 我们来看一下蒋万安的团队 在昨天呢 说很华丽的出炉了 朱一伦帮他点兵点将 但没有想到现在出来之后呢 被网友酸成一片说 哎呀 这个是千岁团吗 好 我们要请教晃哥 那虽然呢 很多人说 这个团队有点点资深啦 675岁 这噶噶起来 好 陈时中都说 这个年轻的找老的 像我老的就要找年轻的 但是真的 如果蒋万安找了 他们有加分吗 因为我们来看 不只是资历比较长之外 有9个人超过65岁 只有3个人50多岁 被说是万安 十三太老 不是太薄 太老 还有十三千岁 重点来了 这些人被点名出来 对蒋万安有加分吗 因为里面是不是 有一些人 其实争议也还蛮多的呢 对 其实 一个候选人的竞选团队 除了那个功能性的考虑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候选人 特别像选直辖市长 这种大位置的 他想传达给社会的概念是什么 比如说以陈思忠来讲 他的竞选团队 因为陈思忠自己没有任何的选举班底 所以他的竞选团队就是 结合了民进党里面 各派系不同的精英 去组成了一个竞选团队 然后他的主委是 大人哥 陈建仁副总统 这个社会上的声望 我想大概不用 我特别去强调 大家对大人哥 基本上都是好评的 好 这是陈思忠想传达出来 就是一个民进党 结合各个派系的人 然后去打 想要打赢这场选战 而这里面 年纪我先不管 因为我这个人向来 没有年龄的歧视 不管他年纪大或年纪小 可是蒋万安的竞选团队 我先送他八个字 叫了无心意缺乏创意 你想呈现的是什么 你想呈现的其实就是 很传统的中国国民党 刚刚正好再讲到一个 就是选战的策略上来讲 如果你想要拿来赢基本盘 找这些人 基本上我觉得OK 没问题 可是问题是 这一场选战 蒋万安光靠基本盘 他绝对不会赢 他绝对不会赢 你需要的是 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可是问题是 当我们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 你觉得中间选民 这一票投得下去吗 先来看这几位 费洪泰 说AZ疫苗不好 不要进口 要枪毙陈时中 然后他隔壁这位赖斯堡 就去偷打了AZ疫苗 所以你们两个要不要瞧一下 到底谁对谁不对 蔡政元这不用讲了吧 争议超级多 跟国民党还有党产争议 国民党还告他 好 再来 李庆安你是要去质问 陈时中绿卡有没有放弃吗 你是双重国籍 别忘了更早之前 还有污蔑图形则的 所谓的田尔案 李庆安原本是国民党里面 栽培认为应该要选台北市长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市长也没了 再来看这一位 林玉芳 这个我就不用多讲了 他来当督导 问题是林玉芳已经在中正文化 已经连续选苏林长佐两次了 你在这个地方你告诉我 你有多强的基层实力 我也是觉得怀疑 吴碧珠人很好 问题是吴碧珠已经退休多久了 吴碧珠已经退休多久了 他根本都已经不太管事情了 我觉得你把这些人摆出来 请问讲话 你想传达的是什么 你想传达就是 那个老时代的国民党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难道你的阵营没有一些 让人家耳目一新的面孔吗 显然看起来没有嘛 对不对 那好 之前 我记得上礼拜二 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讨论靖周刊 讲他决策圈太小 点出来就这几个人嘛 于振华 政大教授 他的办公室主任 监邦俊 这个郑浩应该 郑浩应该也认识他了 然后两个姐姐 就这些小圈圈嘛 那你其他人呢 其他人完全没办法 进到你的决策圈的时候 你的决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过于狭隘化 那这些名单 我觉得 并不是蒋华安主导的名单 因为如果以蒋华安的个性 他主导他应该不会摆这些名单 蒋华安才四十几岁 照理说他应该不会觉得 这些人的想法或是观念 跟他是一致的 然后找这些人来 来担任竞选总部的干部 那另外我再讲一下 他的总干事叫林奕华 他的执行总干事叫 陈永德跟王浩 其实我觉得蒋华安白反了 以对选举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陈永德才应该当他的总干事 而不是当执行总干事 因为不管就资历 或是选举经验来讲 陈永德都比林奕华来的资深 也具有更丰富的经验 而且对于台北市的整个组织 他也比较清楚 那你好你要找林奕华来 OK我也没意见 我觉得蒋华安今天呈现出来的一个组织的态势摆出来 就是反正我就是因为 因为你们说我没有 所以我赶快弄出了一群人出来 然后每个人安一个位置 问题是这些人的功能性在哪里 他有没有帮助你设计开拓选票的能力 我看起来不太像有 你觉得这些人 他们会有那种想法说可以开拓选票吗 因为这些人没有错 他们都连任好几届 在他们选区都连任好几届 但是别忘了 赖斯堡这文山区 那是这个我隔壁的时期最清楚 超级蓝带绿的选区 七里三 对 废宏泰在松山信义其实连续两届都是精选过关 他连续两届都差一点输掉 而且松信区 因为他的选区是 这个南松山跟整个信义区 其实基本上也是蓝带绿的选区 所以你说这些人 有没有选票开拓性看起来是没有的 如果他自己都没有选票开拓能力 那他如何帮候选人去设计一个形象或是议题可以开拓中间选民 也就是说蒋外人你这个选举 这个阵容摆出来也许基本盘会有 可是我提醒蒋外人两件事 第一件事 蓝军的盘现在不是你独享 有黄珊珊跟你分 再来你光拿蓝军的盘绝对不会当选 连圣文跟丁守中 有没有把蓝军的盘拿到极限 两个人都拿了41% 但是41%看起来因为这次41%还有黄珊珊跟你分 所以你拿不到中间选民的话 蒋外人照这个盘这个下去 我觉得他输掉台北市场选举机会其实是蛮大的 好不过不晓得问到明贤哥 明贤哥看到这样的竞选团队会不会再次可能又要找卢秀燕当一次母鸡了 不过当然呢 刚刚晃哥有说蒋外人阵影嘛 现在看起来这个竞选团队就是要先稳住基本盘为主 但是基本盘稳得住吗 那看起来如果你只要锁定深蓝区的话 那你的中间选民难道你是不要了吗 包括大家也很纳闷说 今天这一场这个亚太青年协会 好陈世忠跟黄珊珊都去了 偏偏邀了你 但你一再缺席你都不去 那难道你是不想要青年选票了吗 好请教明贤哥 因为看到这样的这个竞选团队 你自己会不会有点点又再替蒋外人担心了呢 我当然是比较会看竞争对手的优点 比如说上礼拜我去美国国庆的场合 我有遇到陈时中 也聊了一下 知道他为什么要参与选举的一些想法 那当然他最后才投入选举 可是我觉得说至少蓝绿之间互动 也不是看中好像说对手就看到敌人一样就散开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那之后三个人也有各自的优点 那选举在组织在竞选团队的部分 这是属于比较入战 六均的部分 六均我觉得大家找到大同小异 陈时中找的也是属于立委层级 那你对蒋外人找的也说各区都立委层级 你像说吴碧珠 吴碧珠老讲 大家认为说对他比较陌生 可是吴碧珠在士林北投有他的实力在 那因为他是议长 那其他的立委的部分 老讲这是比较属于组织 那组织还是属于固装的层次 刚才阿芳讲的 必须要开拓选票的部分 老讲还是在空军 因为选起是这样 选起是一定六均跟空军 那你就军事要够基本盘 够做一个部分 空军你就要发扬势力 可是比较问题 我觉得讲完目前节奏是 还没有踩稳的地方 是在于设定议题 主导战场的部分比较弱势 我同意这是他目前比较大的兆 因为陈时中宣布参选之后 因为他的全国知名度 跟他的曝光度是高的 所以媒体会聚焦在他身上 我发现一个比较麻烦的是 陈时中宣布参选到现在 每个电视台 这不分哪一台 出来都是陈时中第一条 然后接下来黄珊珊跟蒋万 在回应陈时中了 这就麻烦了 你应该再颠倒过来说 陈时中你要创造 蒋万你要创造战场 创造议题 领先议题 好不要讲说听台北 听台北 你现在计较说谁先提 谁后提 选举本来就是 跑步跟游泳一样 你做什么做什么一样 一定你会设一个总干事 我设一个总干事 你设一个竞选总干事 我设一个竞选总干事 所以这些做的都一样 可是我觉得在于说 战场设定的部分议题掌握 会稍微要再强化一点 这一点如果没有起来的话 就恐惧了他 他的火力会比较弱 所以组织部分大家都有 像阿中不是 陈时中宣布第一天 他会来去龙山市 那讲完明天要去龙山市 他会带所有的议员去参拜 像这个就是 有在队 有在队队 有在队队队队队队 所以这要比人气 如果明天去完全没有人 那就会有点吃亏 所以这个就是要动员 那至于空战的部分 好像我决定的不是在于名称 不是在于决定听台北 而是在于决定 到现在我们要看到 三组候选人提出他的政见 人士当然是一个 人士要符合说他的竞选的风格 跟他的那个style 可是你看像陈时中的 这个政策团队已经出来了 包括找了这个姚文志 然后找了这个潘思亮 那你看很多人就说 那讲官这边就是还没有出来 没有于政华他们于教授 他们也把所有的政见理出来 只说大家都是子弹库都找好了 那后面怎么推出菜 比如说台北人最关心什么 交通跟都更 我觉得这三组还没有到目前 没有推出他们的主菜出来 主菜出来 还有他如何去包装主菜 才是会左右选民 中间选民决定的关键 台北其实是这样 蓝绿相对都是比较淡 中间选民还是占比较大块 中间选民还是接近四成的左右 所以包括蓝绿白 谁要争取中间选民 还是在于他的政策牛肉 至于说这些竞选团队 大家是在打 做这个组织盘而已 这些不是最后左右 决定胜负的关键 好 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 决定了胜负的关键呢 因为现在看起来 蒋万安团队组出来了 但是有办法撬开蒋万安 原本这个母解会的小圈圈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外界说呢 看蒋万选到这样子 逐一轮也看不下去了 连续出手了两次 那么第二次呢 包括了帮蒋万组了竞选团队 那明天即将出手第三次 也就是呢 要来跟蒋万合体来到龙山寺 那人潮会不会很多呢 大家就花一个问号了 但是呢 这个竞选团队 看起来名单看似华丽 有办法敲开蒋万小圈圈的门吗 因为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就有知情人士说呢 蒋万的个性太过谨慎了 甚至过于软弱 缺乏组件 遇到事情总是考虑在三 没有办法迅速的展现魄力 那蒋万的选举团队 重要成员呢 包括家里面的两个姐姐 蒋惠兰跟蒋惠云 运筹帷幄 对宣传工作插手很多 那你看看现在哦 包括了竞选团队出来了 那有办法突破姐姐们的心防吗 好知情人士就说了 除了蒋爸爸 蒋妈妈跟两个姐姐 只有严邦俊 余振华这几个核心成员 才可以找得到蒋万安 说得上话 所以外界的声音 等于是完全被隔离了 请教郑浩 那现在团队看起来曝光了 外界的声音还会被隔离吗 我觉得一个候选人 无论如何被人家说成 就是说你的决策 是靠爸爸妈妈还有姐姐 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为第一个会有给人家家天下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今天支持蒋万安 不是说支持你有个好姐姐 也不是个好爸爸 柯文哲我最讨厌就是说 你每次都拿老婆出来护航 然后拿妈妈柯妈妈出来护航 我就很不喜欢这样 因为你一个政治人物 本来就是要有自己的担当 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观感而言这么大的人了 然后你的形象 你的定装 要有你的姐姐 我觉得这听起来很像是 小时候 小儿子 对啊 我不想用妈宝或姐宝这样的台词 但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味道 所以我之前就谈了 你让自己的亲人 不管是你的夫人 或是你是女神的话 让你的老公 或是说让你的爸妈 或是让你的亲戚 介入选举 我一直认为不是个好的策略 真的不是好的策略 或许我打扮讲 财务这一块可以给亲人处理 我这边勉强可以理解 可是除了财务之外 因为毕竟灯下黑 就是说你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怎么看都觉得这样OK 你反而需要专业的选举团队 来帮你操盘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邦俊跟余政华 邦俊当然没有问题 当然他办公室主任很久 讲完说一 邦俊绝对不会说二 这个候选人身边 绝对需要有邦俊这样的人 但是不能只有这样的人 因为他没办法给讲完新的刺激 这才重点 那余政华呢 我坦白讲我不认识他 可是我从他基金看来 他没有选举经验 你一个没有选举经验的人 去超这么大的盘 那台北市的选举是很大的盘 他超过很多 他比 他比我们看到的六都 都还要在大半阶 你懂为什么 即便是六都 他也有高下之分 你看看陈总团队 几乎是用总统的规格 来超台北市的盘 你才会让人家觉得说是有节奏 也正因如此的特殊性 才会有说当过台北市市长八年的磨练 你几乎有机会拿到总统的入场券 这才是重点 所以台北市的盘是超乎你想象的大 从组织 从媒体 然后从广告 然后从包含金主 就是他非常复杂一个盘 我不太相信有人天生没有打过选举 因为他是大学教授 他就可以去超这么大盘 事实结果也告诉我们 没有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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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三件 就是我要讲三件 就是没有节奏 那讲完当然了 最近看起来是有在开加速器 开始公布说他的人选啊等等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名单 明显就是挂个名 当你的这个彻翼 比如说你不太可能要求废红太 每天早上七点起来跟讲完开策略会议 然后去定调今天要开什么会 对不对 那比较有可能看你说指责 指责比较有机会 对不对 那指责比较有机会情况之下 我问能敲开这样大门吗 因为指责也在讲完办公室待过 我觉得有点困难 所以我一直建议讲完应该做什么事 把国民党现任的市议员纳入 市议员新人坦白讲 我觉得嫩了一点 可是国民党现任的市议员 我坦白讲 我觉得强的很多 我讲过好多次 包含明显 包含钟沛君 包含徐晓星等等的 还有游淑慧等等 讲李明显就要讲游淑慧 不然会生气 都要 我觉得纳入之后 他们才有可能 因为这些包含明显都是要选举 但像徐晓星他都已经去新竹帮忙了 那大家就觉得说 奇怪这些台北市议员 怎么都不出来帮蒋万安呢 没有东西可以打 因为其实对于市议员来说 最现实他们要选取 然后要选取的过程 他们要议题 那如果你在台北市找不到议题 那就是往台北市外议区去找 就是各自找投入 马无野草不菲 台北市没有木草 就到处找野草吃 可是我的状况是这样 我觉得你要组成一个 选战议题的策略小组 像国民党过去都有 当然晚上开会 然后在智库开会 来定调明天要做什么 议题的攻击 明天一早就开始发动攻击 那这件事情 我认为找台北的市议员 会比一些什么 费洪泰啊 赖斯堡都恰当 因为第一件事情 最懂台北市市政 不是赖斯堡 不是费洪泰他们 其实是市议员 然后跟柯文哲最常互动 知道他有什么怪招的 也是市议员们 所以我就觉得 你缺了这块 光靠你的亲戚 然后你的办公室主任 或是你在学术界的好朋友 台北讲打这样的选择 真的吃亏很大 所以你看荣誉会长们 有办法撼动母结会吗 还是到最后 这个团队组出来 只有名单 还是回到原点 我讲 因为这些荣誉会长 本来就是挂名的嘛 你不可能要求 费洪泰 对啊 他们有选择经验 可是他们可能会开到一个 他觉得OK 可能赖一下 可能会赖 你怎么可能会要求他 每天早上起来跟你开会 不可能嘛 你讲完一定是要有一个信任的人 然后每天晚上去开策略会议 然后定调明天一早起来 要做什么议题的攻击发动 这是很基本的 晚上十点后 大家行的 大家都跑完 就聚在一起开始 做策略会议去定调 可是如果这些事情 没有再持续run下去的话 我认为 这个名单公布出来后 就是昙花一现 你未来之后 你就看不到这些人了嘛 对不对 然后一样 公布完之后呢 各自求生存 一样费洪泰到上放他的炮 赖斯堡继续放他的炮 然后蒋娃呢 到上跑他的行程 展现他亲民的一面 然后继续节奏被陈仑拉着跑 可是陈仑是不管什么 他是一刀刀杀下去的嘛 组织战 空气战 然后议题战 一刀刀杀下去 所以这样选战了 我认为选举 比较现实就是 他是个现实赛 大家时间都一样 我们在11月26号就要决胜负 在这段时间内 作对最多事的人会赢 那蒋娃安坦白讲 他已经起跑很多 我觉得浪费掉 好 所以蒋娃安 为什么要组这么生懒的团队呢 其实就是因为黄珊珊 跑来挖桩脚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如果蒋娃安的竞选团队 那么样的生懒 很多人就说了 好 这个是担心黄珊珊 要来挖桩脚吗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 其实蒋娃安曾经找李四川 那为什么被拒绝了呢 现在居然说 是因为黄珊珊蓝湖了 关键就在于 李四川现在个人秘书 叫做黄佑忠 过去跟黄珊珊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李四川后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婉拒了进入蒋娃安团队的原因 要不然呢 蒋娃安其实非常非常 希望李四川来加入 好 我们要请教建昌议员 包括陈勇德 这一次呢 可以看到 他也是这个 加入了蒋娃安的竞选团队嘛 那大家也说 不是哦 陈勇德之前跟黄珊珊 也是不错哦 不是还号召了 这个15个里长啊 来帮黄珊珊 一起来吃饭餐序吗 结果现在怎么又出现在 在蒋娃安的团队呢 好 虽然说这个 呃 蒋娃安这边说 啊 是破竹拔庄的传言 但大家也说 那陈勇德会不会是 人在草莹 心在汗呢 好 其实可能也是想要帮助黄珊珊的啦 那既然被点名了 那我就加入吧 但你看看 蒋娃安现在哦 会来找陈勇德 是不是要来拆气宝炸弹 陈勇德的议员 我跟他很熟啊 我认为这是标准的 国民党忠贞党员 这个不能够怀疑 他跟王金平一样 嗯 就是台湾本土派里面 很真正的 中国国民党党员 所以你要把他 秉除在外的话 就是不大可能 当然他干了 二十几年的私议员 跟黄珊珊也 也很选手 所以跟里长也很选手 但是黄珊珊那时候 是副市长之职 到选期来 以他一个在地议员的话 做一些仪式行为都可以啦 但是我在这里 会探讨一点 不是陈勇德 陈勇德是代表一个现象 为什么主持人会把这个题目挑出来 我在这里做近深的观察 我们私议员 各党派可以跟 柯文哲有一个便当会 每个礼拜 如果你约他的话 他有留一个时间 有一个便当会 这个便当会 就是你针对选期里面 什么事情 或个人的服务案件 能够直接的跟柯文哲市长 在一次便当会里面提出要求 他如果可以的话 他都会答应你 在我的观察里面 目前我们民进党应该没有 没有私议员会去跟柯文哲做便当会 但是 国民党党团 还有很多议员在跟柯文哲在做便当会 所以为什么陈勇德 陈勇德是一个本土派 服务型的一个议员 他有时候的服务案件 要跟市长见面 但是陈勇德这个现象 在国民党里面 目前在国民党里面 我认得还有将近一半以上的议员 一半以上的议员 是跟柯文哲有在做便当会 请问 这个柯文哲如果放情给你的话 你不要说你帮黄珊珊 你帮蒋万安的力道 有时候就少很少 所以国民党这个人在朝银 心在焊的人没救呢 我不敢这样讲 但是会减少你这个理直气壮 替挺蒋万安的整个力道 柯文哲有放情给你啊 也许旁边就是黄珊珊 也跟着在你吃便当啊 所以你人如果 帮你服务案件 帮你什么案件的时候 你一个人情要行人啊 你不可能把 丫头跟台下跌吧 所以这是人世间的情谊啊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团里面 目前确实还存在着这种现象 至于刚才郑浩讲说 我在外面外观市 在什么丢议题 找议题再丢 丢野草那些 那些人比较没有去吃便当 没有去吃便当 但是很多人跟柯文哲在吃便当 所以陈永德这代表 蒋万安在议演这个城市里面 他所存在的隐忧在哪里 有可能在最后选战的时候 我一直提出一个选战的预测 九月底的时候 应该是蓝白队伍争最激烈的时刻 因为他们要抢谁要被气保掉 九月底应该是一个关键期 所以我们八月份九月份 我们会看两个营队的施差 会慢慢堆叠出来 九月底是两个黄金交叉的时刻 好所以大家也说 接下来会炒出这个气保效应吗 到底是黄山山会被气保呢 还是蒋万安会被气保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柯文哲最近为什么话讲那么多 一直来攻击陈时中呢 是不是就很担心 黄珊珊被气保的情况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 这陈时中呢 跟黄珊珊今天早上一起出席了 这个亚太青年协会的活动 但是两个人同台 被说零互动 陈时中台上致死问好的时候 还不小心漏掉了黄珊珊 是不是有点互别苗头呢 我们带你快来看 首都之战 绿白祖帅陈时中黄珊珊 一前一后走进会场 但难得同台参加七年 Model APEC论坛 互动却是冷冰冰 不只合照没站在一起 座位也被安排隔超远 两人连眼神交集都没有 但会场外两人隔空较劲 每次一个政策下来 我们可能细节都不知道 就必须要上路了 这才是我们困扰 因为这时候大家是 能够快的就尽量快 这并不是在办比赛 是在防疫 台上问好陈时中甚至 还不小心独漏黄珊珊 将来演讲的技巧还要再改进 除了护杠之外 七年外交场合 两人当然也亲全力 争抢七年票 年纪大的终会过去 未来的世界是各位去年的 他们自己去体会价值 因为价值很难用嘴巴就这样讲 价值要用感受 今年我们台北市政府 要成立自己的天使基金 也就是在青年创业的部分 会变成大家的股东 至于接下来竞选调性 陈时中也证实 就是尊严两个字 从事事情的时候 是要互相尊重 建立大家的一个尊严 大家有了尊严互相尊重 那才有合作的一个基础 更有媒体报道 陈时中将主公科连结黄 拉回潜绿票 没有没有 谁知谁没有什么赢 我觉得每一天不要用口水战 尽管这场活动 蒋万安前一天才确定不来 独留空荡荡座位 但绿白主帅难得强碰 依旧浓浓烟消味 张云选你感觉走开 台北报道 好 然后那个场合 怎么蒋万安又缺席了呢 我们要请教时期 最近柯文哲讲话也是很大声 是要担心黄珊珊被弃跑吗 我觉得柯文哲的目的就是狂打绿 然后他希望可以拉抬整体 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声势和选情 可是看起来黄珊珊有点被吓到 就是他的确让黄珊珊有一点不见了 然后所以黄珊珊你看他最近的行程 其实安排的也多 然后也都追着蒋万安安安排相同的行程 在那边亏这个蒋万安 所以当柯文哲在炮打陈石松 在炮打民进党的时候 他同样的也会引起一些讨厌感 或者是让黄珊珊反而消失掉 反而没有办法有效的拉抬黄珊珊 如果他要拉抬黄珊珊的话 黄珊珊这两天就不会安排 这么密集的这些行程 而且黄珊珊一定也知道 他如果跟柯文哲年态近的话 他就直接加入民众党就好了 他何必到现在为止 还在那边无党籍无党籍呢 所以这些状况其实我觉得 对黄珊珊来说是有帮助 然后但是他也会下得皮皮错 我觉得那是这样子的 这个实际上的效果 那柯文哲其实